本场报告会的最后一位报告者 是来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杨军研究院 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中国获奖项目 地下奢华西汉海昏喉木的考古发掘 大家欢迎 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大家好 非常感谢考古论坛评审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 把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奖颁发给我们 感谢世界考古论坛 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让我和大家共同分享 南昌西汉海昏喉木的考古工作成果 今天我汇报的题目是 西汉王侯的地下奢华 南昌西汉海昏喉木考古的主要收获 下面我就从考古历程主要收获和几点启示 向大家做个简单的汇报 第一 考古历程海昏喉木 海昏喉木位于我们中国的东南部的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 离南昌市区大约40公里 它的地理坐标为东西116度24分17秒 北纬28度51分28秒 它的北面就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河阳湖 它的东面就是长江的支流干江 海昏喉木的考古工作主要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2011年 这个阶段我们是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和勘探工作 发现了海昏喉木园 紫金城城址贵族和平民墓地 第二阶段是2012年到2013年 这个阶段我们主要是进行了海昏喉木园的 桃谷发掘工作 我们先后发掘了三座辅照墓 解剖了两座圆门和门阙和它的墓园墙 同时发掘了里面大量的建筑机制 第三阶段是2014年到2015年 这个阶段我们主要是进行刘鹤木的发掘工作 上面14年我们上面一张图 14年我们是发掘了风土 和下面一张图是墓穴的填土 我们是15年 我们是15年才发掘国史 第四阶段是2016年到2017年 主要是进行实验室考古和室内的文物和保护 和修复工作 第五阶段是18年到现在 主要是进行刘鹤木东侧的二号木 也就是它的孚人木的发掘 至今为止我们总共勘探的面积是400万平方米 发掘了1万平方米 出土了各类文物1万一件套 基本确认了紫金城城址 历代海峰侯墓园 贵族和平民墓地为核心的 海峰侯国一系列重要的遗存 同时确认了第一代海峰侯刘鹤木 我汇报的第二个 就是主要收获 我们的主要收获是有四个方面 第一南昌汉代海峰侯国遗址 真实完整的展现了海峰侯国都 历代海峰侯墓园 贵族和平民墓地的空间布局 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 具有重大的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其中紫金城为汉代海峰侯国的都城 它由内城和外城组成 占地面积3.6平方公里 内城是由东西两个小城组成 面积是12万平方米 我们在内城里面 发现了大量的高等级的建筑机制 这应该是属于供电区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工程 城子具有鲜明的特点 首先它的城墙是双重的城墙 交通网络是水路并存 以水路为主 陆路为虎 在水路和陆路相接触 发现有码头遗迹 岸上发现有大量的人们活动的遗迹和遗物 这是汉代在中国的江南水乡修建城市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同时我们在城子的西面和南面 共发现四处几代海风侯的墓葬区 也就是有墓园的墓葬 他们分别是发古墩 池塘港 郭敦和苏家山 其中的郭敦就是我们现在发掘的第一代海风侯 刘鹤的墓园 在墓葬区的外面 我们在墓葬区的外面 我们还发现了 在墓葬区的外面 我们还发现了24处贵族和平民墓地 墓葬区的总面积1.4平方公里 第二个主要收获是 考古发现的第一代海风侯刘鹤墓园 是我国迄今罕见的保存较好 结构较完整 布局较清晰 拥有较完备即使于存 内含丰富的西汉的列侯墓园 对研究汉代列侯墓园的原请制度 具有重大的意义 海风侯墓园曾提醒 以海风侯刘鹤和夫人墓中心建成 原墙的周长是868米 共占地4.6万平方米 有两座主墓 七座覆罩墓 一条外长坑 请池塘 香房 北东门及其门外的双雀 等墓园相关建筑构成 里面还有道路和排水遗存 其中 这是 这是请和池塘 其中 富藏墓不仅富藏女性的家族成员 还富藏有继承权的未成年男性 反映了西汉列侯的墓园制度 这是4号富藏墓 下面是5号富藏墓 及其他墓前面的池塘遗迹 通过我们的发掘 在主观里面 我们发现了写有刘冲国名字的营印 这就证明5号富藏墓 就是第一代海空投刘鹤的侍子 一个未成年的侍子 刘冲国 正好与班固在汉书里面记载的相吻合 第三 这是这墓藏里面出土的 未成年的孩子把玩的玩具和玩具的御尊 第三 海风侯刘鹤墓由墓葬本体及车马坑组成 不仅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面积最大 保存最好 内涵最丰富 出土文物最多的汉代列侯墓葬 而且也是从中国长江云南地区 发现的唯一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 上面是刘鹤墓的镇摄影像图 下面是那个真车马陪葬坑的正式影像图 刘鹤墓的 这是刘鹤墓的封土解剖情况 它的封土呈浮斗形高达七米 它的封土下面就是一个甲质型的墓穴 在甲质型的墓穴里面 建有四百平方米的墓垢的博石 国石有永道东西车库 长果通道及竹果市构成 国省中央是竹果市 分为东市和西市中间有一门道 东市为寝西市为堂 竹果市的北东西三面 繁绕着长果 竹果市与长果之间有快约零点七米的过道 竹果市和墓道之间有永道 永道主要是乐车库 永道的东西两侧是车马库 北长果至西向东分别是前库 梁库 乐器库 东长果主要是除去库 也就是石冠库 西长果从北往南主要是意识库 武库 文书大力库 娱乐用具库 这是刘克牧博史的一个正式影像图 整个博史设计严密 结构复杂 功能清晰明确 呈居实化和宅元化特点 是考古发现的一座 以汉字为代表的列侯标本目 对于研究认识西汉列侯等级杖制 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这是刘克牧的主观 位于祖国市东史的东北部 它是两重关 内外两重关 下面放在一个下四个轮子的 官场上面 我们称之为拱轴 内关里面有牧主人的遗骸痕迹 头部被一个相玉壁的漆面罩覆盖 身上有大量的遗骸上面 整齐排列大小不等的玉壁 保存有牙齿 刘克牧的遗骸只有痕迹 没有整骨头 没保存下来 但是它的牙齿保存下来了 腰部有玉器件 疏刀及代沟配玉等 发现了刘克林志的玉印一枚 我们在腹部还发现了死之前吃的赏味消化的香瓜籽 这是遗骸腹部的食物残留 遗骸下面就是一场包金丝里的琉璃石 琉璃石下面等距放了二十组 金比每组五枚共达一百枚 收获的第四部分是 迄今出土的一万余件套文物 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的贵族生活 最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 科学价值 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 由于东晋时期的地震和南朝流宋 开始发生的活阳湖水南极影响 国史早也已经坍塌 且充满着地下水 所以立志盗掘没有对墓葬造成大的破坏 遗物基本上未被劳动 这在全国汉代高等级墓葬中的发掘中 是十分少见的 首先出土文物部分 第一是竹简和木毒 出土的数千枚竹简和近百版木毒 使多种古代文献2000年后得以重现 是我国简独发现史上一次重大发现 5200多枚竹简设计内容非常广泛 最主要的就是儒家经典 儒 论语 易经 礼记 孝经 诗经 春秋 同时我们还发现了六伯奇谱 作为医书的房中术以及道王妇 儒家经典中最重要的发现 就是发现了失传1800多年的齐伦语 伦语在汉代主要有三部 就是鲁论 古论和齐论 其中齐论在汉语的时候就消失了 齐论和鲁论和古论最大的区别 就是多了两篇 一个是知道篇 一个是问王篇 我们在海分喉墓里面发现的 伦语的这个组简 我们就发现了知道篇的片名简 从而确定海分喉墓里面出土的伦语 就是失传1800多年前的齐伦语 这是上行文书的咒读 是海分喉和海分喉夫人写给皇帝和皇太后的咒章 上面有南湾海分喉成贺妹死再败皇帝陛下 还有南湾海分喉夫人写代妹死再败太后陛下等文字 这是签牌 签牌是记载足牧师或气箱上的足签 写明成绩的编号 所所成物品的名称及数量等 这是签牌 下面是属于下行文书 造书上面有写有制约 或者下当用者如造书的文字 第二部分就是孔子一镜 孔子 海分喉幕里面出土的 出土的孔子屏风是一个双则式的屏风 它是由一镜的主屏和一镜户的辅屏 共同构成的 其中主屏是一面一镜 这是镜框 这是香寨里面的一镜 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我们在它的正面 发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发像及篆镜 其中的孔子像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 最早的孔子发像 上面的文字内容许多都是超自司马前的史记 让我们看到了有关史记的最早的内容 同时这个屏风的镜框上 我们还看到了最早的东王宫的形象 这是一镜户的府屏 上面有真紫和紫方篇 这是我们根据洛阳汉代壁发墓 把这个双则式屏风 等于说复原里面的一个线图 同时就是大量工艺精湛的玉器 挫金银包金溜金的铜器 图案精美的漆器 显示出西汉时期手工业高超的工艺水平 反映了西汉时期的吉田 骤金 石棺 附阵 月旋 五列 车运 出行等制度 海关火墓出土的精气共478件 重达115公斤 这是祖国史西史出土的精气 右面是祖关旧内外观之间出土的精气 这是写有中字的马蹄精 这是写有上字和下字的马蹄精 这是写有上中下的零尺精 这是金饼 其中这几块就是咒金 上面由南藩海昏侯 陈赫 元康 咒 黄金 易金的文字 这是出土的二十块金板 这是北藏国的钱库 重达十多吨 两百万枚 其中是有一千枚为一串 并且是每一串五串用一个木制的风泥匣 风简 风简的泥到风泥上 潜印着叉利两个字 匣上写有海昏侯加钱五千 这样就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国汉的唐代之后 用一千人为一贯的剂量对货币的剂量方式 把它推到了西汉 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定制 这是刘鹤的御印和大刘金印 这是雄群御士和祖御配 这是御币御规御环 这是御士剑和色星配 这也是色星配 这是御剑剧上的御器 这是御带钩 这是御尔碑 这是琥珀 好 在北昌国的乐器库的青铜器 出土了两架边钟 一架边镜 这是纽钟 这是钟锯 这是边庆 这是庆聚 这是摄琴 摄琴和摄和琴 以及纪月勇 所以海峰红墓 北昌国乐器库出土的是 三架学乐器 这样就三架学乐器 还有大量的纪月勇 这就是反映了汉代的时候 继承了周礼的时候 诸侯宣选 五列六亿的 五列六亿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这是叶鱼灯 这是超越级天底 这是东周的佛 西周的提良佑 博山炉 温顶 揽炉 这是真主器 和写有南昌明文的 斗行灯 这是习正 这是错经营的 四神的当奴 这是车马轴事件 车马热事件 车马横事件 海志的烙马印 以及出土的偶跃车 这是成套的七尔碑 七盘 续云碗 三子莲 内观出土的九子莲 这些贴金片的文饰 包括画顿 和倡议九年照的漆器 第三 我汇报的就是几点启示 海昏侯墓的发掘和保护工作 得到了文化和理由部 国家文物局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并以一流的考古 一流的保护 一流的展示为目标 以聚乐考古 大遗址考古为思路 按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进行 一是 按照大遗址考古理念进行发掘 以大遗址考古为思路 采用聚乐考古的方法 把海昏侯墓和海昏侯国都遗址联系起来 未有计划 有步骤的实施和推进 海昏侯国遗址的考古工作 明确了方向 第二 高度重视高新科技手段的广泛运用 我们考古发掘中 采用了航拍 三维扫描 严实摄影等手段 我们在文物保护当中采用了 烫伤 高光谱 红外扫描 包括 冲淡保护技术 低氧性 调链技术等高科技手段 第三 我们非常重视 出土文物的现场提取保护工作 本着 甚至又甚 确保文物万无一失的原则 我们始终把出土文物的现场提取保护工作 摆在了所谓 第一 针对各个发掘对象 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发掘方案和预案 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后实施 第二 高校与科研单位的全面介入 参入文物保护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既强化了对文物的现场提取和保护 也把合作延伸到实验室 取得了单纯依靠田野考古手段 无法达到的效果 第三 我们在提取遗物的过程中 考古人员和文物保护人员紧密结合 共同提出提取议案 共同参与到文物的提取和保护工作当中 第四 我们广泛采用套箱提取 进行实验室考古的方法 有效保护脆弱子文物和埋藏情况复杂的文物 提取出文物都在考古工地的应急保护场所 进行现场应急保护土之后 才进入工地的文物保护工作用房 实施专门的保护 我的汇报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